这座太原古城是始建于公元的1375年 明朝朱元璋时期 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这个太原古城 后来在战火当中 以及后来的一些特殊时期 咱们陆陆续续的就拆毁了 没有了这个太原古城 里面呢 剩下了79处 大大小小的遗迹 还有79处 后来在2013年 耿市长当年在太原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这个太原古城 能够给它修复起来 打造成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 这种旅游行业 所以从2013年开始 太原古城修复 前后用了长达8年的时间 在2021年5月1号的时候 正式对外开放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太原古城 所以您进来之后 您看到的古城和其他的地方 多少是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的建筑 绝大部分都是后期修复的 整个古城池的占地面积是 0.8平方公里 在这里面 前面高高的 那个后面的那个楼 是市楼 整个市楼 把我们的这个太原古城 把它分为了东南西北 四条街 也把它分为了四个角落 那我们现在这个方向的呢 是东北角落 东北角落的话 有满江红的拍摄地 春节满江红 而火了的拍摄地 就在前面那个位置 这儿呢 也需要收费 是20块钱一个人 我们这个地方 以前称过靖阳 称过并州 也称过龙城 到了宋朝的时候 咱们这边呢 就开始正式的 叫太原了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名字呢 从宋朝开始 一直沿用到现在 已经有着 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一千年多一点点 这处院子呢 是一套武进式的院落 是一个大宅地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后期 重新修复起来了 这个大宅地呢 当时被张一谋给看中 所有的景点 所有的场景 全部都在里面 拍摄完成 这个场景就是 到最后 好吗 到最后 所有的人 全军将士 附送满江洪时候的 那个大场景 就在我们现在前面 这个位置拍摄的 然后当时就 沈腾扮演的那个张大 在杀那个惊人的 翻译官的时候 也是在我们现在 所在的这个地方 拍摄完成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镜头 是从哪取的呢 那个镜头 就是从这个位置取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敌楼 大家有没有觉得印象很深刻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马 外面的铠甲 这个都是当时在拍摄满江洪时候 将士们使用过的 骑在马上 或者呢 就是捷这个井 都是当时使用过的一些道具 就是这些马 看到了吗 来 你看这还躺着很多这种马 还躺着很多这种马 这边呢 就是当时用的那个马 马外面的这个铠甲 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当时电影拍摄时候的道具 后来没有拿走 因为用不上了 就放在了这儿 里面还有很多道具 老的 一看 就有些年头了 对不对 不过呢 像上面的砖呀 木头呀 这些是新的 来 咱走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武进式的大院子 在里面来 你可以在这儿干嘛呢 你租 租一套当时的那个服装一类的 也可以在这儿租 租了之后穿着 你看前面那一位 可不就是穿着的吗 看到没有 穿着呢 你在里面来走一走 来感受一下当时电影的那些场景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位置有一条长巷子 这个长巷子里面呢 就是啥 这个长巷子呢 就是他们在整个 这套桿子里面 过去过来奔跑 走得很快 然后呢 穿着铠甲 过去过来奔跑时候的那个巷子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儿了 它是一个武进式院落 大家看一下 从前到后非常的长 那那个秦桧的 那个办公室家卧室就在哪呢 就在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处 那是一个二楼 当时人们在那附送满江湖的时候 那个很很有气势的那个场景 就在那一套院子里面拍摄 前面 大家看一下那高高的楼了吗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是奔心阁 奔心点斗 独占凹头 几乎所有的城池都有供奉文昌帝君以及奎心 因为以前是士农工商 士农工商都想在公民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所以奎心阁在我们整个太原古城里面 是非常显眼的一栋楼 这里面是不需要任何门票的 就是你像平常逛逛街一样 直接逛着就来了 但是呢 您要去这些 比较有名的参观的这些景点的话 那还是得要门票的 门票呢 先目前有几处在收 一个呢 就是满江红的拍摄地 原来是不计划收钱的 但是没想到 因为满江红的热播 所以很多人慕名前来 他就要开始收钱了 收的是20块钱 另外呢 就是县衙 县衙是单独付费的 还有一个就是城门楼 城楼上是要单独付费的 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可以免费的参观 这个就是段式的宗词了 它是不开的 来 这个都是基本上都是后期修复起来的 然后从这过去 从这过去 大家看一下 最顶头的那个建筑 看到了吗 最顶头的那个建筑呢 是冬月庙 那我们这个位置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远处看到的那个 整个太原古城里面最漂亮的一座高楼了 这个楼呢 就是奎心楼 奎心阁 不过奎心阁里面没有开 我们只能在外面 带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晚上漂亮 天开文运 德佩天地指的是孔子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不出意外 它应该是孔子的孔庙 我们过去看一下啊 来 孔子的文庙 这个地方是一个免费参观的景点 它现在呢 是我们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看到没有 静元文庙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庙 原来呢 它叫太原县文庙 原来是我们市级的保护单位 这个地方 哎呦 快看 快看 美女 真好看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 是古楼 这个就是太原县属了 这个县衙呢 也是明朝朱元璋 他们在这建这个城池的时候 就一并修建起来了 公元的1375年修建起来的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两边都是公申明啊 但是呢 公申明的 呃 后面会是连申微 三个字 品行端方 你来了 品行得端正 这个呢 是告记县他老爷的啊 品行你得端正才行 因为举头三尺 有神明 这个牌坊呢 其实是 借石坊 最早的时候 县衙 各级衙门的中轴县的呃 在大堂前面会有一块大石头 这块大石头呢 上面就写着公申明连申微 上面有16字围观的真言 啊 耳奉耳露 明高明知 下明一虐 上天难期 这16字的围观真言 一般情况下会放在我们中轴县这儿 它会有一个大石头 我们左右两边 这边呢 有很多雕刻 这个武则天 媚娘有点胖啊 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唐朝是以胖为美 但是 要跟大家说一说 它不是说那种越胖越好 它指的是丰满 咱是啥呢 该有的得有 该没有的得没有 这个是孟厂 孟厂呢 他出生于河北 河北的形态 但是呢 他是 在四川那边当皇帝 五代十国时期 后蜀的最后一位国君 后蜀是在他手里给灭掉的 这位是李存旭 十三天宝 对不对 里面其中之一 就是李存旭了 来 他们原来 他原来是河东节度使 来 这边是石敬堂 这一位可以说是 应该挨千刀万剐的 为什么 因为石敬堂把幽云十六州 主动割给了人家契丹人 他呢 拜了契丹皇帝为老爹 他当了一个儿皇帝 这一位是刘之远 刘之远呢 是后汉的开国皇帝 这些其实是五代十国的一些君王们 这一位是刘崇 来 刘崇是北汉 刘崇当年建都建在哪 就在我们现在这 原来叫静阳古城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一大片 但是原来的静阳古城 比现在的太原古城要大得多 二十倍那么大 他建都就建在这 刘起刘衡 刘衡呢 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 刘起呢 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他们后面还有一位 就是汉武大帝刘彻 这两父子在历史上也是能留名的 因为他们开启了文景之志 他们往上走就是刘邦 往下走就是汉武大帝刘彻 来 这个高阳 这个是南北朝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这个高家呢 是北齐的 郭军 这一位 不用说了 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李渊 他们呢龙心之地 当年在探人启事 这个呢是李渊 李渊这儿呢 肯定还有李世民了哟 李渊这儿肯定还有李世民了哟 果然来 这个位置是年轻时候的李世民 来大家看一下 除了李世民这儿啊之外 这儿还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杨广 看到没有 杨广呢 他们原本不是太原这边的人 他们是红龙阳士 这些呢就是先秦时期 什么先秦时期 也就是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 包括西周 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称他为呢先秦时期 就这一段时间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先秦时期 我们这边出现的一些名人 比如说这个胡衍 胡衍是谁呢 胡衍是晋文公重尔的舅舅 这个人 这些呢 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 以后关于这些人的故事 我们走到其他地方 和他们比较 就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 到时候我再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边呢 这边呢有两座楼 这个应该是仿谁 仿我们山西运城的官邸庙里面建设而成的 运城的官邸庙里面呢 也有这两个这样子的楼阁 这个楼阁呢 一个是硬楼 另外一个呢 是刀楼 但是这个楼咱不开放 只能远远的看一看 只能远看 我们这个 嗯 城墙的话 现目前我们的高度啊 高度是13米的高度 底座的宽度也是13米 顶上的宽度呢 是外墙宽度9米多 内墙宽度是8米多 就是这个 来 就是这啊 就是这儿 来 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整个太原古城的全貌了 来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太原古城的一个全景了 前面最高的那个楼 就是刚刚带大家过的那个十字川新楼 那个室楼 就在前面最高 它呢 把我们整个太原古城分成了四条大街 在四条大街里面呢 又各有街巷 它一共是9街18巷 在这附近啊 旁边这个就是刚刚我带大家去看的那座塔 四周的周长 我们整个绕着城墙走一圈的话 四周的周长呢 是3.7公里 3700多米 围着整个太原古城是0.8平方公里 东西宽1100米 南北长700多米 占地面积0.8平方公里